最近消息还要来关注第三阶段的公费肺炎炼求菌疫苗是在今天开打 对象是65岁以上而且曾经接种过二三加疫苗 间隔至少一年的民众 机关署统计总共是有164.6万人符合接种资格 另外有嘉医科的医师指出 除了公费疫苗 年满50岁而且是糖尿病洗肾等慢性病的患者 也建议最好是要来自费接种疫苗 另外近期如果是有出国规划的人 医师也建议的最好还是要接种疫苗 而且最好是连流感的疫苗一起施打